欢迎各位同学回到影像匹配单元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点特征匹配 那这个单元比较大 所以我们分为第一跟第二部分 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一部分 这个部分是介绍点特征 各位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片是一个山峰 那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动作 是想把这两个山峰拼起来做一个全景影像 我们怎么样可以办得到呢 第一个我们可以来侦测这两张影像的所有特征点 各位可以看到左边这边我们有看到很多特征点 右边这边也看到很多特征点 这些都是可以参考的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找出两张影像中 相同的特征点 所谓相同的话 就是到时候 接下来我们会介绍怎么来描述什么是相同 那从这张影像里面也可以看得到 它已经有一个箭头 红色箭头来指示它相同的部分 那经过这样的一个相同特征点 我们把它重叠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张全景的影像 那各可以往下再做同样的延伸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全景影像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点特征 什么叫做点特征呢 就对一个物体在不同的视角下 所得的两张影像中 会有相同的一个像素对应到物体同一个点 而且必须有相同的一个特征描述 我们就称这个像素点为一个特征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它是一个Oreal一个饼干盒 那它是从不同的视角看到 这边有一些蓝色的线 也是在描述它的不同视角 达到一个对应的一个点 这些就是叫特征点 那特征点必须有具有下列的几个重要的特性 第一个是可以重复侦测 出现在影像中相同区域的像素点 比如说这边有两张影像 左边这张影像是比较 距离看起来比较远 右边这张影像距离比较近 那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这边出现了四个点 四个点蓝色的点 那右边这边有四点是红色的点 那各位可以来想一下 这四个点是不是可以重复侦测呢 看起来是不行 因为它描述的点都不一样 所以这就不满足我们重复侦测的一个特性 那另外这些特征点必须具有独特性跟可靠性 所谓独特性就是独一的描述方式 它不能说模拟两可 比如说这个影像的左边这个点 到底这个点对应到右边这边这四个红色点 哪一个点是真正它具有独特的一个特性可以对应 这就是独特性 另外要每一次渠道都一样 这叫做可靠性 那第三个是我们特征点必须具有旋转跟尺度的不变性 以下面这两张影像来看 左边这边是一张我们的教科书上的一个特征点 那右边显然它背景比较复杂 而且它的视角也不一样了 那透过我们去选举特征点 我们希望它含有旋转跟尺寸的不变性 所以我们希望纵然是在不同视角 或是背景不一样的情况下 或远近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必须能够找到同一个特征点 那我们归纳一下 特征点的特性必须具有可重复性 然后第二个具有独特跟可靠性 第三个必须具有旋转以尺度的不变性 那接下来我们再进阶的看一下 角特征的一个特性 我们要怎么样得到一个好的特征点呢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小视窗 然后在这个图像上 我们进行上下左右的一个扫描 那各位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针对我们这个图像 在这个区域的扫描之下 你会发现没有任何像素的变化 所以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区域是一个平坦的区域 它没有特征点的存在 那如这张图所示 在这个远远的天空上 这个实质的红色标记 它其实就是不是一个好的特征点 那我们从影像上来看的话 它的灰阶变化不大 那如果把我们的灰阶强度 改成它的纵轴的话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图像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这张图 在我们这个边缘 垂直边缘的部分 我们一样同样可以建立一个小视窗 让我们同样可以做上下左右的扫描 当我们扫描左右的时候 发觉它有像素的变化 但是从垂直的方向扫描的时候 你会发觉没有像素变化 所以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区域可能是一个 有特征点的地方 但是却不见得是一个好的测证点 因为它的上下的平移 是不会产生它的像素变化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同样的图像 在屋顶的部分 它就具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从影像上看 它会有一个边缘上的变化 那如果我们把它转成 一样的垂直方向是深度的话 它会有一个线的重骨 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第三个部分 一样我们建立一个小视窗 然后我们对这个小视窗 做上下左右的扫描 你会发觉这个区域的话 不管是左右或上下 都会有一个像素的变化 所以这个点就是具备了一个角特征 角点特征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同样的 再来把这个 那我们刚刚那个图像里面 这个很多瓦砾的这个地方 这个泥土的地方 显然它这个地方变化很大 所以你脚在影像的 里面来看的话 会有一个很白的地方 然后旁边有变化很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把它转成 一样的纵着是深度的话 会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这就具备了角特征的一个特性 那接下来我们用数学描述式来描述这个条特征 这个EUV的部分是我们所谓的评估函数 那I X加U跟Y加V是我们平移后的一个影像长度 那至于I X Y是我们原始的影像长度 那透过这个评估函数 再加上我们有一个W这个移动视窗函数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角点的评估 那通常这个W X Y移动视窗可以是方形的 如左边这边 也可以是一个高湿的分布 如右边这边 那为了平滑化 通常我们会选择高湿的一个分布 接下来我们对于点特征的匹配 第一单元做一个小结 在这个单元一开始 我们介绍了一个点特征 并且强调它要有三个很重要的特性 才能符合点特征的特性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阶的 来探讨一下角点特征 但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角点特征 在尺度不变的应用上有一些局限性 所以接下来单元 我们会介绍一个更广泛的方法 然后并且进行它的一个特征点的匹配